本週臺灣央行李堅市會議到暑季時 央行總裁楊金龍之前出席立法院備詢 直接提到臺灣房價居高補下 更對房市提出三大施錦 因此市場預期第六波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即將上路 我們請教錦文科大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張定軒 怎麼觀察央行可能祭出的措施 以及對臺灣房市影響 原則上大家瞭解一件事情 這個中央銀行它不是房價的主管機關 這是根據中央銀行法第二條 中央銀行法的職權而來的 所以就中央銀行法賦予中央銀行的職權來說的話 它可以對房貸業務進行一些管制 它是出於說現在房價太高的時候 引起了金融穩定的風險 這個時候它可以做一個選擇性信用管制 OK那以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它這時候它的做的調控就不是要讓房價高低的 它只是要讓這個避免整個銀行業過度曝險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只會就現有的調控措施 變得比較嚴格一點 讓這個銀行的資金不要過度集中在房地產上面 如果說它是基於 這個中央銀行法賦予它的職權做的調控的話 那麼這個調控的幅度不會太大 那第二個它也不會造成房價太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不是它的這個業務範圍之內 那麼如果說真的是它這個調控的目的 就是要影響房價的話 這個時候要必須要回到更高層次了 因為這已經不是中央銀行法賦予它的一個職權了 而是來自於什麼東西呢 來自於說這個行政院院會 這個所謂的一個所謂的房市穩定方案 這個時候它為了要配合這個房市穩定方案 它可以去做一些調控 然後試圖去影響房價 但是這件事情不能由中央銀行主動 要由行政院院會來主動 那可是到目前為止的話 事實上面我們現在看到房市穩定方案 已經是民國大概109年的 那現在這個新政府上來之後 並沒有新的一個穩定方案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也只能照舊有的這個規範裡面 去做一個調控 OK 那這時候如果說是在這個授權之下 就是房市穩定方案的授權之下 也許它能夠做的動作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原則上來 因為還是要尊重新的行政院長 還是要尊重新的總統 那所以他在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目前來講他並沒有辦法做太大的一個動作出來 所以我預期這一次 他只是就他自己的 之前所做的這個房市調控方案 把它放大一些 那大概把它降溫一些 其實這個也算是一個替代性的一個方案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對於房價的問題 很多人會給央行一個壓力 是說因為你央行都不生息 那事實上面 台灣以目前的台灣通貨膨脹率 減掉這個定存利率的話 台灣的實質利率大概差不多是 負的0.35左右到0.5 那的確是當世界各國的實質利率 都已經翻證的時候 台灣還是一個實質的負利率 的確會給央行一些壓力 那可是央行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又不太願意去 升息的時候 所以他可能就 採用這個所謂的房市調控方案 來這個化解這個升息的壓力 不管怎麼樣 我都不覺得說 這個目前來講 不管是由央行的職權來說 還是由這個行政院 並沒有新的指示 第三件事情 他是想要化解升息的疑慮 那在這些考量之下 我不覺得他會有太大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 他頂多 讓目前發熱的房市的成交量 稍微後退一點點 頂多這樣子而已 並不會對整個房價大趨勢 產生一個很劇烈的影響 但是我還是會進行的 老闆